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先喝点姜茶 因为今天长沙确实挺冷的 对 我看外面在下雨 是的 那我们今天其实来到了长沙 其实像文文对于长沙这个城市应该不陌生 非常熟悉 对 像之前录制的浪姐 像最近录制的时光音乐会都在长沙 那今天我其实是带着任务来的 是吧 对 我们的导演给我了一个小小的任务 说想要文文来挑战一下 想要咱俩来挑战一下 用长沙话跟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文文会说长沙话吗 不太会 是不是 没事 不太会播 好地道啊 我还想说我提前学了一句 咱俩可以一起来学一下 比如说大家好 文文知道怎么说 不知道 大家好 真的很别叫了 这就是长沙话 真的很别叫 但是真的 对 刚刚那位阿姨就是这么教我的 来 我们可以一起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实咱俩觉得还是挺像的 那文文对语言还是有点天赋的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 邀请到文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因为这两天 文文也在长沙录制这个时光音乐会 那其实我作为一个时光音乐会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我可以说是把每一期都刷完了 对 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也非常好奇说 明天又会有哪位老友跟我们相聚呢 能不能提前济透一下 你们想知道内幕 是的 OK 那之前其实我有请过孟佳 我十年的好朋友 对 我们都看到了 对 然后呢 还有全老师 就是我们叫他炮哥 对 然后呢 后面还有这个火星电台 两位好朋友 宗宇和黄少峰 对 所以 后面还会陆续有更多的好朋友请过来 对的 大家可以共同的期待一下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 明天又可以刷新的综艺咯 所以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三文鱼们 今天一定要顿住了 因为今天在我们整场直播过程当中 都会给大家送很多的福利 那今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前面大家可以看到 文文节目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对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文文的专辑 是我 今年发的一张 对 实体专辑啊 是的 是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画册 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 然后还有一张CD 是的 其实文文给大家 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出印象是 又萨又A的酷哥 但其实从文文的音乐当中 我们能够去感受到 文文对于音乐的这种细腻和敏感 从音乐当中也能够感受到 文文内心的这种纯粹啊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 特意的准备把我们的这个 是我这一份专辑呢 送给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 三文鱼们 那我们可以 不用签名吗 可以 对 我们文文可以先签个名 我们可以给大家这波福利的加成 好不好 所以想要的朋友们 在弹幕里把想要抠起来 来 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前的朋友们 有多少朋友是想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啊 哎 我们抠的朋友多呢 我们就多送几分好不好 来 想要的朋友们 抠起来 那同时呢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一位幸运儿今天这么幸运 会得到文文亲笔签名的这个专辑呢 来把我要抠在我们的公屏上哦 那这个专辑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内容 同时也有非常多的小巧思啊 大家可以共同的去感受一下 好 我看到我们的弹幕里有很多朋友们 都已经抠出了想要了 对不对 来 把专辑的名字 我要抠在我们的公屏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以截屏抽奖的形式 和文文一起来抽出我们三位 幸运的三文鱼好不好 我要抠 抠起来了 那么 博老师给我们一个特写的镜头 那文文可以跟我一起来倒数三个数啊 一定要是 是我好不好 来 把是我抠在我们的公屏上 把是我抠在公屏上 来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已经抠起来了 再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来 把是我抠在公屏上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我们看一下是哪三位朋友呢 那第一位呢是知心悦物这位朋友 第二位是小粉 第三位是薛小白 来 导播老师切个近景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三位朋友今天获得了我们文文清笔签名的专辑缝啊 那 当然没有中奖的各位三文鱼没有关系啊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很多轮的福利环节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的期待一下啊 那当然如果中奖的各位三文鱼呢 可以将我们的地址私信给我们的小客服 好不好 那也非常高兴啊 请到了文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其实 最近我相信我们直播间前各位三文鱼都在关注这个时光音乐会啊 那其实我在刷的时候有一个情节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就是文文给每一位老友都准备了一张非常特殊的 船票 对 船票 演唱会什么票 演唱会的票 对 是一个从时光之家飞到余文文魔方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魔方世界的 对 一个一张票 很精致的票 对 而且每一张票听说都能带十个朋友们一起去 其实是朋友随便说的啦 你想带一百个也可以 哇 这也太幸福了吧 王源不是还想带一万个人去吗 包场 人家包场看电影 他包场看演唱会 哇 这一波福利真太幸福了 而且这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假日酒店的这个主题 还是挺吻合的 就等于说文文的朋友还可以带着他的朋友们 一起去到文文的演唱会相聚 对 对不对 那文文平时是不是也很这个注重相聚这件事情 注重 特别注重 我觉得好的友谊 就是不联系的时候可以不用刻意打扰 但是想相聚的时候又可以把酒延缓 就像我们在时光之家里面那种非常温馨的 然后可以随意畅聊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是的 是的 那文文说的也是非常非常好啊 就像我们这个假日酒店的这个理念一样 有你就有新的回忆啊 那也希望直播之前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跟重要的朋友们一起来加深一下连结 创造出这种新的回忆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文文也是刚结束这个重庆的演唱会对不对 那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刻呢 就是大家着装印象比较深刻 着装印象比较深刻 我听说文文在演唱会的现场好像还有读粉丝朋友的信度的 对有有我喜欢除了分享我的生活给他们以外 也想知道他们的一些生活和他们最近遇到的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创作人来讲 其实我的我的创作作品是需要有不断的灵感来源的 所以如果能吸取到他们或者说关心我的人 跟我一样的人的他们的一些感触的话 我觉得会对所有的创作都会有帮助 对的所以说啊其实粉丝和爱豆之间的这种感情是双向崩溃的 对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创作啊 文文也是创作型的一位音乐人 那像您平常创作音乐的过程当中啊 有没有一些这种心得或者说习惯呢 您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 你觉得创作音乐会迸发出特别多的灵感 有感而发的时候肯定是 而且喜欢把一些小小的有些词啊 有一些只有当事人知道的一些秘密啊 把它放在一个歌里面 这样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 可能只有听歌的人能听懂 或者比如说我写给粉丝的 或者写给歌迷的歌 我的歌迷能懂我里面的一些词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些词啊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字啊 会懂那比如说这首歌 我如果是写给某一个特定的人的 或者说特定的父母啊或者说朋友啊 那里面的可能有些东西只有我们能看懂的那种小浪漫 是的 所以说其实这种词当中啊 其实也蕴含着很多文文不同的 这种难能可贵的情绪啊 其实也是蕴含着很多的这种故事 就像这个主题一样 就是其实我们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或者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 把酒言欢的过程当中 可能咱喝杯酒我们聊一句话 就能可能就是会奔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 对 就是像歌词里面说那样就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只有我们能懂 对 这种感觉 是的 仅仅只有我们能懂哦 好 那我今天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啊 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们再给大家来送一波福利好不好 好 来我们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 那刚刚如果说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呢 大家一定要蹲好了 今天呢我们还准备了另外的礼物送给大家 来我们尽情可以切一下 是文文亲笔签名的这个签名照啊 签名照啊 来我们可以给导播老师来展示一下 那今天呢将通过这个符带的形式来送给大家啊 所以直播间前呢各位三文鱼们可以点好关注亮好灯牌 并且把我们的口令和余文文一起创造新回忆 抠在我们的公屏上 我们会截屏抽取出三位幸运的三文鱼 来送出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啊 来我们后台的老师做好准备啊 我们准备要给大家上这个符带了 来倒计是三秒钟 三二一 好的那此刻左上角的符带呢 已经为大家来发放了这个网络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延迟啊 所以呢也请大家去点点关注点好灯牌之后 点击左上角的符带去领取一下 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一份小礼物好不好 那当然今天我们接下来还会有福利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那我们来看一下弹幕啊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弹幕已经被淹没了 好多好多朋友们都在我们弹幕里扣出了自己 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啊 我看到弹幕里有位粉丝 特别的活跃说强烈要求我们现场 现唱几句 我们可以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吗 可以 其实我马上就要发新歌了 因为电影《前日四》也要在28号上映了 是 然后我的新歌呢 大概是在26号就会提前跟大家见面 26号就会提前跟大家见面 对 我在 我这个能说吗 可以说 不能说的怎么都在 可以偷偷跟我说 都说了 好像这真不太能说 没事 大家记得一定要在928这一天啊 就爱吧这一天 对 我们去关注一下 去看电影听新歌 对 然后新歌的首唱呢 也会在一个活动盛典上唱掉 对 所以我可能今天 今天可能没有办法 还没到时间 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唱一个什么呢 我唱一个 我唱一个 在时光里面唱过的歌 可以 时光音乐会里面 可以 我有翻唱过一个 锅顶的 嗯 叫做我们俩 哇 正好很符合今天主题 相继 你说我们俩吗 哈哈哈 师弟 OK 那 唱几句好了 好可以 嗯 哇 没有音乐清唱了 你在左边 我仅靠右第一张照片 不太感情迷的 属于我们俩的 脸庞太天真了 苹果一样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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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羞涩 哇 谢谢文文 虽然是清唱 我的耳朵都已经快要怀孕了 文文真的很充粉 那我看到有一位叫做陆小语的三文宇宝宝说 换季天气转良 要文文注意一下 保暖哦 大家都好贴心哦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姜茶 特意给文文暖暖身子 那还有一位叫做仁然的粉丝问 这个问题好 全国巡演演唱会下一场我们是在哪里 下一场是在无锡 是10月14号 在无锡站 在10月14号无锡站 大家可以共同期待一下 是的 那么今年的巡演会有上海吗 这个可以剧透吗 这是能说的吗 这是个好问题 我觉得上海战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在不在今年 不一定 不是不一定 是因为场地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hold一个喜欢的 或者说效果最好的城市 在上海是想给大家最好的一个展现 所以还是想去抢那个能够最大化满足我们需求的一个好一点的场地 但是好的场地其实排气都非常的满 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当中 对我们也在努力当中 所以时间真的不敢保证 但我是非常非常想在上海做一场 是是 那我们直播间请各位上海的粉丝朋友们 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期待一下 也可以先来无锡嘛 反正开车也就一个来下去 是很近 很近 对是的非常近 那还有 因为我们知道啊 文文是非常擅长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去相处的 跟我们的这个小动物去相处的 对不对 文文自己有羊宠物吗 有 有羊宠物 那平常是怎么样去加深跟 因为我知道文文平常工作排的挺满的 怎么样加深跟你自己的宠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给他们打电话 啊 怎么打 怎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问题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都陪伴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毕竟不能打电话 我还以为你的猫真的有电话呢 都给配一个小销手机 小天才电话手表 是的 那今天呢其实来到我们现场啊 也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小粉丝啊 那来我们把这位特别的小粉丝请上来 来欢迎 有请敦敦 是的 这个小粉丝啊 是的 因为我们想要让你去能够去缓解一下你的私猫之情 哦真的吗 那这个不仅不能缓解 而且我回去没法交代了 你的猫要吃醋了 对 因为我今天晚上还得回家 哦 可以去陪猫猫了 我今天晚上得回家 但是我现在一身猫味 那没事 我们可以让根根先休息一下 对对对 回去以后那个 回去以后 没事他可以待一会儿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回去之后确实是有点 哈哈哈 那我相信你的小猫咪会理解的 毕竟我们蹲蹲这么可爱 你相信我不信 他们嫉妒心还是挺强的 哦 这样子啊 那大家都在争相争宠啊 好 那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我们可以继续蹲一下 一会儿呢还会给大家送出一波福利好不好 那我们的这一波福利呢 依旧会给大家送出的是签名照啊 所以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可以持续的蹲注 包括在9月28号 咱们一定要去电影院 去为我们前任司去为文文去打call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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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也是非常好看的电影 是的 因为我看过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 大家去看一定不会后悔的 大家可以 而且选择非常多 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前任或者现任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未来你想让它成为什么 你都可以把它带去 对 你让它成为过去式 还是现在式 还是未来式 都不影响你带它去看 前任司 英年早婚这部电影 对对 前任司 英年早婚啊 所以说直播间前的各位 如果说不知道该带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其实就看你想让它变成什么样的人 对 其实你没有任何的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你带自己的父母去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或者带自己的孩子去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电影里面也有很多涉及到 婚姻啊 还有你将来的选择啊 等等等等的 其实可以发展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能够从电影当中 我们可以去吸取到很多的这种 正确的婚姻观 很多 我觉得可以从很多很多方面去解读 同样一件事情 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 是 大家都有自己的解读 那看完电影之后 每个人能够发散的想法也都不一样 我相信 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 比如说母台solo的人来说 也是非常适合去看的 嗯 当然的 是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我们家日酒店 也为文文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 来我们导播老师 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 可以给文文送上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啊 来 我们给大家切一个敬请看一下 那这一份小礼物呢 是我们为大家准备 为文文准备了这个 可以看一下是 给导播老师切一个敬请啊 专属于文文的这个回忆啊 他是准备了九个浪漫的目的地 我一定要送给你 真的吗 对 无论说可以打开看一下 好啊 对 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想去哪里都可以去旅游 假日酒店呢会一直陪伴着你啊 创造出更多的新回忆 那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镜头 可以看一下这一份礼物里呢 比如说你可以去福建武夷山 去贵阳的青岩古镇 看浪漫的星空 去塞亚或者珠海去吹风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去吉林北大湖 滑雪也可以去长沙或者西安 这样的网红城市 去打探一些网红小吃 就这些酒店我去免费住 对的 没错 那机票给报嘛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啊 我有点太抠了 文文那如果说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一份的旅行清单里啊 对 第一站你想去哪里 天气有点凉了 我先去趟三亚好不好 去三亚 去吹吹海风 对 去吹吹海鲜 对 然后呢 比如说像大连 我的老家我也可以 可以去泡泡温泉 对 天气快要冷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剩下这些地方 有空都去一下 是的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假日酒店能够和文文一起啊 去创造出更多更美好的回忆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是我们周济准备给文文送出的一份 周济集团的优越会的钻石会员 欢迎你入住我们旗下的各个酒店品牌哦 这个钻石会员都有什么功能呀 就是这个钻石会员里面呢 是我们周济酒店旗下的各个品牌的酒店 咱们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就是免费体验吗 是的 和品牌共赴我们的旅途 创造出更多美好的回忆 太大方了你们 是的 那么我们这样子 我看到直播间里的弹幕啊 是越来摔的越来越多了 这样子我们再给大家 抽一份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好不好 好的 来我们准备好 要给大家来抽签名照了 那这一波呢 我们抠出 我们抠的弹幕是 文文可以来选择一个弹幕 想让大家去抠一个什么 我觉得弹幕就那个 前任4好不好 好可以 前任4 前任4抠在我们的公屏上 来直播间前的朋友们 把前任4抠在我们的公屏上 我们会在弹幕里抽出几位幸运的朋友呢 来后台的老师可以给我个提示啊 我们抽出几位幸运的朋友 前任4抠在我们的公屏上 来我看一下 哎大家还在抠鱼文文文文文文文 都还在疯狂的表白 好来了 好我们准备倒计15秒钟的时间 5 4 3 2 1 好我们看一下 今天有 1 2 3 4 那我们这4位朋友们都给大家送出 我们的这个签名照 是 4月3 董小姐和不喝牛奶 恭喜 对 还有这位 JYW 来 导播切个金锦 这4位朋友们 恭喜各位 获得了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签名照一张 恭喜4位朋友 那当然如果说没有抽中的朋友 没有关系啊 接下来还会有福利 给到大家的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文文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那能不能对着我们直播间里的 各位粉丝朋友们 对着假日酒店的粉丝朋友们 能不能说一点点美好的祝福呢 带给大家 我觉得不光是美好祝福 我们还有点时间嘛 我觉得可以聊一聊 就是今年也用心准备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今年算是非常忙的一年 因为去年 老实说去完姐姐之后 其实已经算是 我觉得自己很饱和了 从去年 基本上在长沙 是 待了一百多天的时间 一百多天 对 然后我没有离开过长沙 那你对长沙应该非常的了解 我不了解 我都在那个棚里 每天就除了睡觉就是练舞 然后就是 那还是很忙碌的 对就是录影 所以我在 我对长沙其实有着非常不一样 跟深厚的感情的 所以我特别开心 这一次能够继续 去回到长沙 是 来参加我们的 这个时光音乐会的 这样的一个录制 而且我觉得 在时光音乐会的 时光之佳 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录得非常非常开心 是 而且每一次录完的时候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 然后杰哥也会组织我们去唱K 因为他就真的太爱 太喜欢唱歌了 对 我有看到 对 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开完演唱会 然后没唱过还要再去唱 还要继续唱 然后我看到他有一期说 跟何老师他们都已经被他唱睡着了 他还在那唱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大家庭的感觉 因为我本身小时候就是一个人出去游学在各个地方 甚至各个国家 所以我很喜欢那种被大家庭包围的感觉 所以我真心非常喜欢时光之佳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爱这个这个节目 而且我来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就是综艺在录制 我就像我们每一天都在 很有机会 对 我们每一天都像是在真正的一起探讨音乐 一起享受生活一起聚会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假日酒店 还有我们的洲际集团 能够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个这样非常美好有意义的事情 是 然后今年也在一直忙巡演嘛 然后现在已经巡了四个城市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很多个城市 甚至可能会跑一些海外的城市也有可能 所以我相信所有付出的每一个努力都会有回报 是的 而且今天发了这张专辑之后呢 对 我想明年再继续再发一张新的专辑 所以现在呢也在不停的去在写新歌创作 包括9月28号马上要上映的前日四 上映的前日四 是的 主题曲 也是问问自己 对 然后歌名 我一直在控制我自己 因为不想说 想就是26号首唱的时候 能够就是给大家哇塞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在憋着不能告诉大家这首歌的歌名 但是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猜到了 已经猜到这首歌的歌名了 所以就希望大家真的多多关注前日四这部电影 也多多关注电影的主题曲 是的 那所以说我们在9月26号这一天啊 我们可以去听文文唱新歌 那同时呢在9月28号这一天呢 请记得一定要去我们电院去打卡前日四这部电影 同时呢要为文文打call 那其实呢刚刚文文说的也非常多 说的也非常好 像从这个时光音乐会这一档综艺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吸收到了 其实这个情感是可以传递的 我看这一档综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治愈 就是传递到了我们各位老友朋友们之间的一些感情感 之间碰撞出来的一点点这种浪漫的一种感觉 对吧 所以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也能 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的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老友 共同的联系加深连结 创造出更多新鲜的回忆 对 那如果说直播间前的各位三文鱼们 想要跟文文去创造出更多新的回忆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电影院里 去看文文的新电影新剧 对不对 可以去感受更多的这种美好的感受 对不对 那我也希望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们 一定要时刻的关注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一份小礼品要送给文文 因为我其实也有提前做功课了 看到很多的这个三文鱼们在这个某帛上刷 说看到文文的这个上班照 腿上 而且数得非常清晰 说腿上有五六个蚊子吧 对 当时应该是三十多个 就是我的腿 三十多个 哇好辛苦 其实最近写了一首 我这里 这里 这里是个驱蚊器 对不对 谢谢 但其实不是在长沙咬的 对 是在 是在三亚咬的 因为 因为当时去那边拍MV 就前几天去那边拍MV 然后我是非常执着于要拍到 三亚的一个海边的那个夕阳 所以我们在那边 这个MV可能要拍五天的时间 就是为了抓那个夕阳 夕阳 对 但因为三亚的那个天气原因 所以夕阳不是很好抓 所以我们在海边一等 就是经常要等 要等很久 所以我们整个团队 所有每个人的腿上 都是蚊子 身上 包括我的后背 其实演唱会的时候 都一直在用粉去折 就全部都是蚊子 三十多个 不止 应该不止 其实可以感受到 我们平常对工作 是一个要求 非常苛刻严格的一个人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有这个偏执 就因为可能 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夕阳的歌 然后呢 就想说这个MV里面得有这个东西 要拍到它 可是发现这个东西不好拍 因为夕阳本身就是一个 转瞬即逝的东西 就只有可能二十分钟能拍到它 所以我们每天在那里等 它出来了就拍 没出来就再等 所以这一份MV里 也是承载了很多文文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以及我们付出的这个努力 对 那我们也希望替我们的三文鱼 能够好好的照顾文文 我看到我们的三文鱼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贴心 所以今天呢 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文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在928就爱吧这一天呢 一定要去我们的电影院去观看我们的前任寺这一部电影 同时呢要为文文打call哦 嗯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文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感谢 感谢佳儿酒店 期待下次再见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文文 拜拜 拜拜 嗯 好 那今天